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如今也是孙子儿子满眼了 你还怕他 劝两句都使不得 还由着你老爷心呢 邢夫人满面通红 回道 我劝过几次 不一 老太太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 我也是不得已 他逼着你杀人 你也杀去 如今你也想想 你兄弟媳妇本来老实 又生得多病多痛 上上下下 哪不是他操心 你一个媳妇儿虽然帮着 也是天天丢下班 弄扫帚 反摆事情 我如今都自己捡了 他们两个就有一些不到的去处 有鸳鸯 那孩子还心细些 我的事情 他还想着一点子 该要去的 他就要了来 该添什么 他就夺空告诉他们添了 鸳鸯再不这样 他娘两个 里头外头 大的小的 哪里不忽略一件半件 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 还是天天盘算 和你们要东西去 我这屋里有的没的 剩了他一个 年纪也大些 我反白的脾气性格 他还知道些 二则 他还投主子们的原法 也并不指着我 和这位太太要衣裳去 又和那位奶奶要银子去 所以这几年一应事情 他说什么 从你小婶和你媳妇起 以至家下 大大小小 没有不信的 所以 不单我得靠 连你小婶媳妇也都省心 我有了这么个人 便是媳妇和孙子媳妇 有想不到的 我也不得缺了 也没气可声了 这回子他去了 你们弄个什么人来我使啊 你们就弄他那么一个 珍珠的人来 不会说话也无用 我正要打发人 和你老爷说去 他要什么人 我这里有钱 叫他只管一万八千的买 就这个丫头 不能 留下他服侍我几年 就比他日夜服侍我 近了孝的一般 你来的也巧 你就去说 更妥当了 说必 命人来 亲了姨太太 你姑娘们来说个话 才高兴 怎么又都散了 丫头们忙答应着去了 众人忙赶得又来 只有薛姨妈向丫鬟道 我才来了 又做什么去 你就说我睡了觉了 那丫头道 好亲亲的姨太太 姨祖宗 我们老太太生气呢 你老人家不去 没个开交了 你只当疼我们吧 你老人家嫌罚 我背了你老人家去 薛姨妈道 小鬼头 你怕些什么 不过骂几句完了 说着 只得和这小丫头的走来 家母忙让坐 又笑道 咱们斗牌 姨太太的牌 咱们一处坐着 别叫凤姐混了我们去 正是呢 老太太替我看着些 就是咱们娘四个斗呢 还是在天个呢 王夫人笑道 可不止四个 凤姐道 在天一个人热闹些 叫鸳鸯来 叫她在这下手里坐着 姨太太眼花了 咱们两个的牌 都叫她瞧着些 凤姐叹了一声 想探春道 你们知书十字的 倒不学算命 探春道 这又齐了 这回子 你倒不打点精神 赢老太太几个钱 又想算命 我真要算算 今儿该输多少呢 我还想赢呢 你瞧瞧场子没上 左右都埋伏下了 说得贾母 薛姨妈都笑起来 一时鸳鸯来了 便坐在贾母下手 鸳鸯之下 便是凤姐儿 扑下红毡 洗牌告腰 五人起牌 逗了一回 鸳鸯见贾母的牌 以食言 只等一张二饼 便递了暗号与凤姐儿 凤姐儿正该发牌 便故意抽出了半赏 笑道 我这一张牌 定在姨妈手里扣着呢 我若不发这一张 再顶不下来的 薛姨妈道 我手里并没有你的牌 我回来是要查的 你只管查 你且发下来 我瞧瞧是张什么 凤姐儿便送在 薛姨妈跟前 薛姨妈一看 是个二饼 便笑道 我倒不稀罕她 只怕老太太满了 凤姐听了盲笑道 我发错了 贾母笑的 以制下牌来说 你敢拿回去 谁叫你错的不成 可是 我要算一算命呢 这是自己发的 也愿埋伏 可是 你自己该打着你那嘴 问着你自己才是 又向薛姨妈笑道 我不是小气爱赢钱 原是个彩头 薛姨妈笑道 可不是这样 哪里有那样糊涂人 说老太太爱钱呢 凤姐儿正数着钱 听了这话 忙又把钱穿上了 向众人笑道 够了我的了 竟不为赢钱 单为赢彩头 我到底小气 输了就数钱 快收起来吧 贾母规矩 是鸳鸯代洗牌 因和薛姨妈说笑 不见鸳鸯动手 贾母道 你怎么脑了 别牌也不替我洗 鸳鸯拿起牌来 笑道 二奶奶不给钱 她不给钱 那是她交运了 便命小丫头子 把她那一吊钱 都拿过来 小丫头子真就拿了 搁在贾母旁边 凤姐笑道 赏我吧 我照说给就是了 薛姨妈笑道 果然是凤丫头小气 不过是玩罢了 凤姐听说 便站起来 拉着薛姨妈 回头指着贾母 素日放钱的 一个木匣子笑道 姨妈瞧瞧 那个里头 不知完了我多少去了 这一吊钱 玩不了半个时辰 那里头的钱 就招手叫她了 只等把这一吊 也叫进去了 牌也不用斗了 老祖宗的气意也平了 又有正经事 拆我半去了 话说未完 吟得贾母众人 笑个不住 偏有平儿 怕钱不够 又送了一吊来 风劫道 不用放在我跟前 也放在老太太那一处吧 一起叫进去 到省市 不用做两次 叫箱子里的钱 费事 贾母笑得手里的牌 撒了一桌子 推着鸳鸯 叫快撕她的嘴 平儿一眼放下钱 也笑了一回 反悔了 至院门前 遇见贾脸 问她 太太在哪里呢 老爷叫我请过去呢 平儿忙笑道 在老太太跟前呢 占了这半日 还没动呢 趁早丢开手吧 老太太生了半日气 这回子 亏二奶奶凑了半日券 才掠好了些 我过去 只说讨老太太的事下 十四往赖大家去不去 好预备轿子的 又请了太太 又凑了券 岂不好 依我说 你竟不去吧 何家子连太太宝玉 都有了不是 这回子 你又天线去了 已经完了 难道还着不不成 况且与我又无干 二则 老爷亲自吩咐 我请太太的 这回子 我打发了人去 躺货知道了 正没好气呢 指着这个 拿我出气吧 说着就走 平儿见他说得有理 也便跟了过来 家脸到了堂屋里 便把脚步放轻了 往里见探头 只见邢夫人站在那里 凤姐眼尖 先瞧见了 便使眼色不命他进来 又使眼色与邢夫人 邢夫人不便就走 只得倒了一碗茶来 放在家母跟前 家母一回身 假脸不防 便没给我灵力 家母便问 外头是谁 倒想个小子一伸头 凤姐忙起身说 我也恍惚看见一个人影 让我瞧瞧去 一面说 一面起身出来 家脸忙进去 陪笑道 打听老太太十四可出门 好预备轿子 你这么样 怎么不进来啊 又做鬼做神的 见老太太完牌 不肯惊动 不过叫媳妇出来问问 就忙到这一时 等他家去 你问多少问不得 哪一早你这么小心来着 又不知是来做耳抱神的 也不知是来做探子的 鬼鬼祟祟的 倒吓了我一跳 什么好下流种子 你媳妇和我玩牌呢 还有半日的空 你家去再和那赵二家的商量 织你媳妇去吧 说着众人都笑了 鸳鸯笑道 抱二家的 老祖宗又拉上赵二家的 可是 我哪里记得什么抱着背着的 提起这些事来 不由我不生气 我进了这门子 做重孙子媳妇起 到如今 我也有了重孙子媳妇了 连头戴伟五十四年 凭着大惊大险千奇百怪的事 也惊了些 从没经过这些事 还不离了我这里呢 贾连一声不敢说 忙退了出来 平儿站在窗外悄悄地笑道 我说着你不听 到底碰在王里了 正说着只见邢夫人也出来 贾连道 都是老爷闹的 如今都搬在我和太太身上 刑夫人道 我把你这没孝心雷打的下流种子 人家还替老子死呢 白说了几句你就抱怨了 你还不好好的呢 这几日生气 仔细地捶你 太太快过去吧 叫我来请了好半日了 说着 送他母亲出来 过那边去 刑夫人将方才的话 只略说了几句 假设无法又含馈 自此便搞病 且不敢见贾母 只打发刑夫人及贾连 每日过去请安 只得有各处遣人 勾求寻命 终究费了八百两银子 买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来 名唤烟红 收在屋内 不在话下 这里逗了半日排 吃了晚饭才罢 此一二日间无话 展演到了十四日黑早 赖大家的媳妇又进了情 贾母高兴 便带了王夫人薛姨妈 及宝玉姊妹等 到赖大花园中做了半日 那花园虽不及大官员 却也十分齐整宽阔 全石林木 楼阁亭轩 也有好几处惊人海幕的 外面厅上 雪盘贾真贾脸贾荣 并几个禁足的 很远的也没来 贾舍也没来 赖大家内 也请了几个现任的官长 兵几个世家子弟作陪 因其中有柳香莲 雪盘自上次会过一次 以念念不忘 又打听他最喜串戏 且串的都是生诞风月戏文 不免错会了意 误认他做了风月子弟 正要与他相交 很没有个引进 这日可巧遇见 乐得无可不可 且贾真等也目他的名 酒盖住了脸 就求他串了两出戏 下来 一席和他一处坐着 问长问短 说此说彼 那柳香莲原是世家子弟 读书不成 父母早丧 肃兴爽霞 不拘戏事 苦号耍枪武剑 赌博吃酒 以致棉花卧柳 吹笛谈争 无所不为 因他年纪又轻 生的又美 不知他身份的人 却误认作幽灵一类 那赖大之子 赖尚荣 与他素席交好 故他今日请来作陪 不想酒后别人忧可 读削盘 又犯了酒病 他心中早已不快 得便欲走开完事 无奈赖尚荣死也不放 赖尚荣又说 方才宝二爷又嘱咐我 才一进门虽见了 这是人多不好说话 叫我嘱咐你 散的时候别走 他还有话说呢 你既一定要去 等我叫出他来 你两个见了再走 与我无干 说着便命小司到里头找一个老婆子 悄悄告诉 请出宝二爷来 那小司去了没一盏茶食 果见宝玉出来了 赖尚荣向宝玉笑道 好叔叔 把它交给你 我张罗仁去了 说着 已经去了 宝玉便拉了柳香莲 到听侧小书房中坐下 问他这几日 可到秦中的坟上去了 香莲道 怎么不去 前日我们几个人放鹰雪 离他坟上还有二里 我想今年夏天的雨水禽 恐怕他的坟站不住 我背着众人 走去瞧了一瞧 果然又动了一点子 回家来 便就弄了几百钱 第三人一早出去 雇了两个人收拾好了 怪到呢 上月 我们大官员的池子里头 结了脸棚 我摘了十个 叫明烟出去 到坟上供他去 回来 我也问他 可被雨冲坏了没有 他说 不但不冲 且比上回又新了些 我想着 不过是这几个朋友 新住了 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 一点做不得主 行动就有人知道 不是这个蓝 就是那个劝的 能说不能行 虽然有钱 又不由我使 这个事也用不着你曹仙 外头有我 你只心里有了就是 眼前十月一 我已经打点下上分的花销 你知道我一瓶如洗 家里是没得机具 纵有几个钱 又随手就光的 不如趁空留下这一份 省得到了跟前扎手 我也正为这个 要打发明烟找你 你又不大在家 知道你天天贫宗浪迹 没个一定的去处 你也不用找我 这个事不过各尽其道 眼前我还要出门去走走 外头逛个三年五载再回来 宝玉听了盲问道 这是为何 柳香莲冷笑道 你不知道我的心事 等到跟前 你自然知道 我如今要别过了 好容易会找 晚上同散起不好 你那令仪表兄还是那样 再坐着未免有事 不如我回避了倒好 宝玉想了一想道 即使这样 倒是回避她为事 只是你要裹真远行 必须先告诉我一声 千万别悄悄地去了 说着便滴一下泪来 柳香莲道 自然要辞的 你只别和别人说就是 说着便站起来要走 又道 你们进去 不必送我 一面说 一面出了书房 刚至大门前 早遇见薛盘 在那里乱嚷乱叫说 谁放了小柳儿走了 柳香莲听了 火星乱蹦 恨不得一拳打死 傅思酒后挥拳 又爱着赖上荣的脸面 只得忍了又忍 薛盘忽见他走出来 如得了珍宝 忙碍且着上来 一把拉筑 笑道 我的兄弟 你往哪里去了 走走就来 好兄弟 你一去都没幸了 好歹坐一坐 你就疼我了 凭你有什么要紧的事 交给哥 你只别忙 留你这个歌 你要做官发财 都容易 香莲见他如此不堪 心中又恨又愧 早生一记 便拉他到必人之处 笑道 你真心和我好 假心和我好呢 薛盘听这话 喜得心痒难挠 眯一斜个眼 盲笑道 好兄弟 你怎么问起我这话来 我要是假心 立刻死在眼前 既如此 这里不便 等坐一坐 我先走 你随后出来 跟到我下处 咱们替另一个喝一夜酒 我那里还有两个 绝好的孩子 从没出门去 你可连一个跟的人 也不用带 到了那里 服侍人都是现成呢 薛盘听如此说 喜得酒醒了一半 说 果然如此 如何 人拿真心待你 你倒不信了 我又不是呆子 怎么有个不信的呢 既如此 我又不认得 你先去了 我在哪里找你 我这下处 在北门外头 你可舍得家 城外住夜去 有了你 我还要家做什么 既如此 我在北门外桥头上等你 咱们席上且吃酒去 你看我走了之后 你再走 他们就不留心了 薛盘听了 连忙答应 于是 二人负幼入席 饮了一回 那薛盘难熬 只拿眼看香莲 心内越想越乐 左一壶右一壶 并不用人劝 自己便吃了又吃 不觉 酒以八九分了 香莲便起身出来 丑人不防 去了 至门外 命小思信奴 先家去吧 我到城外就来 说必 以跨马直出北门 桥上等候薛盘 没顿饭是功夫 只见薛盘 骑着一匹大马 远远地赶了来 张着嘴 瞪着眼 头四拨了骨一般 不住左右乱瞧 极致从香莲 马前过去 只顾望远处瞧 不曾留心尽处 反踩过去了 香莲又是笑 又是恨 便也撒马随后赶来 薛盘 往前看时 渐渐人烟稀少 便又圈马回了再找 不想一回头 见了香莲 如火其真 忙笑道 我说你是个在不失信的 快往前走 仔细人看见跟了来 就不变了 说着 先就撒马前去 薛盘也紧紧跟来 香莲见前面 人济已息 且有一袋尾塘 便下马 将马拴在树上 向薛盘笑道 你下来 咱们先设个誓 日后要变了心 告诉人去的 便应了誓 这话有理 莲盲下了马 也拴在树上 便跪下说道 我要日久变心 告诉人去的 天出地灭 一语未了 只听汤的一声 井后好似铁锤砸下来 只觉得一阵黑 满眼金星乱蹦 身不由己 便倒下来 香莲走上来瞧瞧 知道他是个笨家 不惯挨打 只使了三分气力 向他脸上拍了几下 当时便开了果子铺 薛盘先还要争挫起来 又被香莲用脚尖 点了两点 仍旧跌倒 口内说道 原是两家情愿 你不一 只好说 为什么哄出我来打我 我把你瞎了眼的 你认认刘大爷是谁 你不说哀求 你还生我 我打死你也无意 只给你个厉害吧 说着便取了马鞭过来 从辈至尽 打了三四十下 薛盘久仪醒了大半 觉得疼痛难尽 不禁有哀悠之声 香莲冷笑道 也只如此 我只当你是不怕打的 一面说 一面又把薛盘的左腿拉起来 朝尾中迷命处拉了几步 滚得满身泥水 又问道 你可认得我了 薛盘不应 只扶着哼哼 香莲又支下鞭子 用拳头向他身上雷了几下 薛盘便乱滚乱叫说 雷条蛇了 我知道你是正经人 因为我错听旁人的话了 不用拉别人 你只说现在的 现在没什么说的 不过你是个正经人 我错了 还要说软些才饶你 好兄弟 好哥哥 好老爷 饶了我这没眼睛的瞎子吧 从今以后 我敬你怕你了 你把那水喝两口 那水脏得很 怎么喝得下去啊 我喝 我喝 说着 只得斧头向尾根下喝了一口 油味咽下去 只听蛙的一声 把仿才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相连道 好脏东西啊 你快吃尽了饶你 薛盘听了磕头不迭道 好歹进攻饶我吧 这致死不能吃的 这样其实倒喧坏了我 说着 丢了薛盘 便千马任凳去了 这里 薛盘见他已去 心内 方放下心来 后悔自己 不该误认了人 那要争挫起来 无奈变身 疼痛难尽 谁知 假针等席上 忽不见了他两个 各处寻找不见 有人说 恍惚 出北门去了 薛盘的小私们 素日是拒他的 他吩咐不许跟去 谁还敢找去 后来还是 贾针不放心 命贾荣带着小私们 寻踪问济的 只找出北门 下桥二里多路 忽见尾坑旁 薛盘的马 拴在那里 众人都道 可好了 有马必有人 一起来至马前 只听尾中有人呻吟 大家忙走了一看 只见薛盘一山零碎 面目肿破 没头没脸 变身内外 滚得四个泥珠一般 贾荣心内 已猜着九分了 忙下马命人 颤了出来 笑道 薛大叔天天调情 今儿调到尾子坑里来了 必定是龙王爷 也爱上你风流 要招驸马去 你就碰到龙鸡就上了 薛盘羞得 很没地方钻不进去 哪里爬得上马去 贾荣只得命人 赶到官乡里 雇了一圣小轿子 薛盘坐了 一起进城 贾荣还要抬往赖家去复习 薛盘百般扬告 又命他不要告诉别人 贾荣方云了 让他各自回家 贾荣仍往赖家回复贾珍 并说方才行警 贾珍也知 为相连所打 也笑道 他须得吃个亏才好 至晚散了 便来问候 薛盘自在卧房江阳 推并不见 贾母等回来 各自归家 时薛姨妈与宝钗 见香灵哭得眼睛肿了 问其缘故 忙赶了瞧薛盘时 脸上身上虽有伤痕 并未伤筋动骨 薛姨妈又是心疼 又是发恨 骂一回薛盘 又骂一回柳香莲 竟抑郁告诉王夫人 前人寻拿柳香莲 宝钗盲劝道 这不是什么大事 不过他们一处吃酒 酒后反脸 长情 谁醉了 多挨几下子打 也是有的 况且咱们家无法无天 也是人所共知的 妈不过是心疼的缘故 要出气也容易 等三五天 哥哥养好了出得去时 那边真大爷 脸二爷这干人 也未必白丢开了 自然背个东道 叫了那个人来 当着众人 替哥哥赔不是认罪就是了 如今妈先当件大事 告诉众人 倒显得妈偏心溺爱 纵容她生事招人 今儿偶然吃了一次亏 妈就这样兴师动众 以着亲戚之事 欺压常人 薛姨妈听了道 我的儿 到底是你想得到 我一时气糊涂了 这才好呢 她又不怕妈 又不听人劝 一天纵死一天 吃过两三个亏 她倒罢了 薛盘睡在炕上 痛骂刘香莲 又命小私们 去拆她的房子 打死她 和她打官司 薛姨妈禁不住小私们 只说 刘香莲一时酒后放肆 如今酒醒 后悔不及 拒罪逃走了 薛盘听见如此说了 要知端地 听友您好 欢迎您回来 我是张国立 在这陪您读《红楼梦》 这一回开头 贾母和王熙凤等人打牌 贾母的大丫鬟鸳鸯 坐在旁边 帮忙看牌 他看着贾母的牌 已经食言了 就给王熙凤使了个眼色 王熙凤马上就走了一张 贾母需要的牌 让贾母赢了 那么食言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个打牌的术语 指点色就要配齐了 再差一张就可以获胜的牌 有点像我们现在打麻将 听牌了 再等一张就糊了 贾母等人打牌的时候 贾连想来找贾母说事 贫儿对他说 你别去田县了 老太太这会儿心情可不好 这个田县呢 就是自讨没趣 待人受过的意思 以前泥瓦匠七强的时候 往墙里头填充一些砖块啊 泥料啊 这就叫田县 后来隐身 只白做牺牲 待人受过之意 贾连不听啊 在贾母屋子外边 鬼鬼祟祟的看 哎 被贾母给发现了 就说 你又是给谁来做耳报神的 耳报神 就是指那些打探消息 通风报信的人 贾连就赶紧说呀 自己是来问问贾母 要不要去赖大家 参加庆祝宴会 贾母说要去的 于是贾府的主子们 就去了赖大家 赖大的儿子赖上荣做了官啊 请了一大堆客人 除了贾府的人 还有一个叫柳香莲的 这个人本是个世家公子 后来家道中落 他也不读书 每天过着放浪的生活 他年纪小 长得很好看 旁边站着的薛盘 是个色鬼啊 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以为柳香莲 是一幽灵一类的人 这儿不是说神鬼幽灵 这个幽啊 是优秀的幽 灵呢 是一个单立人 一个令 是指唱戏的人 他就想着 和他能发生点什么事 为什么幽灵这个身份 会让薛盘想入非非呢 明清两代规定 幽灵属于月级 是贱民 我们经常说 良民啊贱民什么的 普通种地的老百姓 卖东西的小商人 这些个都算是良民 而妓女啊 唱戏的呀 衙门里的造力啊 这些个都算是贱民 幽灵的社会地位非常低 一般来源于打仗中 服犯罪官员的家属 或者大户人家家里养的奴仆 清代幽灵 大多都是男的 本来唱戏呢 是他们的主业 可是清代严厉禁止官员嫖娼 不能碰妓女 这些男戏子 幽灵就成了替代品 所以啊 在这种背景之下 薛盘这样的人 看到柳香莲 就蠢蠢欲动了 可薛盘哪里知道 人家柳香莲 不但不是幽灵 而且是大户人家出身 这会儿人家 还有点游侠的感觉 他对贾宝玉说 自己上个月去外面放鹰的时候 还顺便帮秦忠修整了一下坟墓 放鹰是干什么呢 其实就是打猎 我们经常说的飞鹰走狗 就是说外出打猎的时候 带着猎犬和训练过的老鹰 苏氏的词里说过嘛 老夫疗发少年狂 左牵黄右擎仓 就是说打猎的时候 一手牵着猎犬 一手架着老鹰 从这儿你也能看得出来 柳香莲不是文弱书生 而是很有两下子的 果然后面把薛盘 暴打了一顿 好了 我是陪您读《红楼梦》的张国立 咱们下次继续 大家好 我是李娟 欢迎收听我的《红楼梦》导读 今天我们读到了 《红楼梦》的第47回 这一回先延续前一回的线索 写贾母对假设 想要那鸳鸯为妾的震怒 而鱼颇荡漾 靠着凤姐的插科打婚 才稍微缓和了情绪 然后呢 主要就是写薛盘 和柳香莲之间的纷扰 原来柳香莲 她是个看不上一般人的冷郎君 她长相俊美 又喜欢串演小生小淡 情爱风流之类的戏剧 于是被薛盘误认为枫叶子弟 居然打了主意 想要沾惹她 这就惹恼了柳香莲 于是她用计谋 把削盘哄骗到郊外 再把她痛打一顿 来发泄心中的愤怒 然后就逃到别的地方去避祸 这就是整个回目所说的 呆霸王 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 聚货 走他乡的内容 在这一场暴力武打的情节里 有三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 柳香莲下手很重 比起之前 凤姐趁机教训甲锐 还要严重得多 但都还是皮肉之痛 并没有伤筋动骨 所以 薛盘三五天以后就不痛了 只留下一点伤痕 算是一种纪念吧 第二个问题呢 是挨打的薛盘 他当然不是一个君子 好色又不学无数 但是他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他始终光明正大 从来没有用心机耍阴谋 更没有霸王硬上弓去强迫别人 他呀 唯一的错误 就是误会柳香莲的人品 以为他是风月子弟 所以才会动了垂涎之心 但这也谈不上是罪大恶极吧 这一点和贾瑞妄想乱伦的恶劣 是根本完全不同的程度 并没有败得的问题哦 所以其实柳香莲 只要清楚表态就好了 薛盘根本就不会继续纠缠他 因此 薛盘对于柳香莲的使诈诱骗 就觉得很不应该 他当下对柳香莲提出了抗议 说原是两家情愿 你不一只好说 为什么哄出我来打我 你听这段话 倒是指出柳香莲 暗中使坏的虚伪和心机了 那你想想看 这样的恶意耍诈 和凤姐对贾瑞 毒涉相思局的做法 不是一样吗 而且柳香莲下手更重 更不符合比例原则 如果你觉得凤姐不够高尚 那就要动同一个标准 不可以赞美柳香莲 对薛盘的做法咯 所以说 柳香莲和薛盘 这两个人各有是非 我们不能因为柳香莲 是宝玉的朋友 而且潇洒豪爽 就因此忽略她的缺点 其实认真说起来 柳香莲和薛盘 表面上看起来天差地远 其实殊途同归 根本就是一路人呢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就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第三个重点 请你注意一下 曹雪芹是怎么介绍柳香莲的 她说 柳香莲原是世家子弟 读书不成 父母早亡 素性呢 爽快豪侠 不拘戏事 就是不拘小事 酷号耍枪舞剑 赌博吃酒 以至于棉花握柳 吹笛弹针 无所不为 让我们一项一项来看吧 薛盘虽然不够风雅 所以没有吹笛弹针 但是其中的赌博吃酒 棉花握柳 棉花握柳 也就是嫖妓 她也是无所不为 这岂不是和薛盘 一模一样吗 我们不能因为柳香莲 是宝玉的知己 就爱乌及乌 然后又不喜欢薛盘的粗鄙 然后就忽略了 他们共通的那一面 从这个现象来说 曹雪芹又再一次地告诉我们 人是很复杂的存在物 用简单的成见去看 就会以偏概全咯 那么讲完了柳香莲 和薛盘的这三个重点 接下来 还有一个最有趣的问题 是关于香菱的 我们现在可以补充一下 那就是 到底香菱爱不爱薛盘 自从香菱被拐子 重卖给薛盘以后 大家都以为 那简直就是一朵鲜花 擦在牛粪上 香菱这么美丽细致的女孩子 跟着薛盘这个大老粗过生活 应该是靠着忍耐度日吧 你看前面第十六回里 连贾连都敢看说 那薛大傻子真垫入了他 可见 所有的人都觉得两人并不匹配 但是呢 外在不匹配是一回事 而人的心 究竟不是这么简单的 你还记得 第七回是香菱被薛盘带走以后 第一次出现 当时他可是笑嘻嘻的呢 而且从此以后 他一直都是笑嘻嘻的 可见他在薛家 一直很幸福 那现在 我们看薛盘被痛打以后 香菱的反应吧 曹雪芹说 香菱哭得眼睛肿了 而这样的情况 不就正如第三十四回 宝玉挨打的时候 黛玉也是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吗 这么说来 关于香菱爱不爱薛盘的问题 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香菱是深爱薛盘的 就像黛玉深爱着宝玉一样 那为什么香菱会爱上薛盘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了 你可以试着自己想一想 那就会更了解人性的奥妙呢 那么 这一回的导读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